那个时间差不多我们就开始吧 大家上午好 我今天分享的议题是 如何让WeCando激活下一波智能应用 我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常去争来自于华为云的容器团队 目前也是WeCando社区的prover 今天分享主要分裂一下几个部分 首先我会介绍一下WeCando的一个基本情况 然后和大家分享一下WeCando最近的一些更新 最后的话会对社区的情况做一个介绍 然后也介绍一下WeCando未来的一些规划 首先看一下WeCando的一个基本情况 WeCando的话它是CNCF首个 也是唯一的一个批量计算的项目 然后22年的4月份成为了CNCF的一个复化项目 它主要用的这种AI大数据 基因还有渲染等这种高性能计算场景 然后支持了业界几乎所有的一个主流的计算框架 比如说像Spark, Flink,TensorFlow,Coopers Flow,MPI,还有Ray等等 WeCando它提供了就是对byte里作业的一个通用API 来对作业进行统一的一个管理 然后具有一些丰富的高阶调度策略 来满足不同场景的一个需求 然后同时它也具备这种细地度的资源管理能力 然后可以对不同的业务设备做一个比较好的支持 然后有了这些能力之后 WeCando就会帮助用户将传统的AI大数据 APTC这些任务 然后迁移到原生平台 然后加速整个原生的一个落地 然后我们来回顾一下 就是整个WeCando的一个发展历程 在早期的话WeCando它其实提供的更多的是一种 对就是byte里作业的一个通用的管理能力 比如说Job的定义 还有对立管理 还有一些基本的调度策略 比如说邮件机调度 杠调度等等这些调度算法 然后到第二个极端的话 WeCando主要应用在对这种AI大数据的 一个加速处理的一个方面 在这一阶段 WeCando与Spark、Flink这些大数据平台 做了一个很好的融合 然后WeCando可以作为这些大数据平台的一个调度器 进行一个资源和作业的管理 同时也支持了Coreflow等这种AI框架 除此之外 WeCando也做了很多性能优化相关的工作 比如说像对立的资源预留 还有拓扑感知调度 来加速就是AI任务的一个处理 然后到第三个阶段呢 就是WeCando它侧重于 就是简化整个AI座位的一个管理 WeCando对主流的AI框架都进行了一个支持 比如说像TensorFlow、PureTouch 然后它会根据这些分布式 AI训练任务的这个类型 做一些自动化的配置 那有了这些功能之后呢 就是用户提交的AI训练任务 就会变得十分简单 然后来提升用户去使用一个使用体验 同时它也支持 对这种复杂的作业进行一个编排 然后来简化作业的一个管理 然后到目前这个阶段 像GPT还有AutoPalette这种 生成式的大模型应用 可以说是层出不穷 然后WeCando在这个阶段 也可以说是 其他机会的这些应用的一个发展 WeCando它不仅支持 异股资源 比如说GPU、NPU的一个调度和管理 同时它也支持像那个 GPU的共享 那我们也规划了很多WeCando的新特性 来支持一个大模型的一个发展 比如说像那个 这里提到的战略线作业恐怖 还有那个上游的DRA的支持 还有这种大模型场景下的 一个网络拖布感知调度等等 来加速整个训练的一个效率 然后接下来就看一下 WeCando最近的一些更新 首先第一个功能 它是这个复材感知调度和重调度 就我们知道K8S 它原生的调度模型 是基于POD的这个Request 之来进行的 这种模型的 调度模型的优点 就是它比较简单 然后缺点呢 就是说它其实无法根据节点 一个实际复杂的进行调度 因为Request 它本身是一个静态的 然后那个节点的利用率 它其实是变化的 那我看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实现了一个 基于复材感知的一个调度算法 这个调度算法 它在就是调度的时候 会考虑节点的一个真实复材 它会把POD优先调度到 就是复材比较低的一些节点 那这样的话 就能避免某一个节点 它自然率率过高 然后导致这个节点上的业务不稳定 然后同时它也提供了 这种重调度的一个测试 重调度就是说我 如果说我这个节点上的 复材比较高 我会把这个节点上 POD进一个区主 然后降低节点的一个压力 然后右边这个图的话 就展示了一个重调度 还有复材感知调度的一个流程 首先的话 你需要在节点上设置一个 就是驱逐的一个预值 一个thratch hold 那如果说这个节点的 实际利用率超过这个预值 它就会进行一个驱逐动作 比如说我现在设置的CPU的 这个驱逐预值是80% 然后我Node1现在利用率达到了85% 那重调度器呢 就会对这个节点上的POD进行一个驱逐 来降低这个节点的一个压力 然后驱逐完之后的话 它就涉及到一个重调度 在重调度的时候 它其实也会考虑就是节点的一个实际用率 就是会把节点利用率比较高的节点 作为一个过滤 比如说Node2现在80% 已经达到了一个驱逐的预值 那所以说Node2也会被过滤掉 然后Node3的话 它的利用率只有20% 所以说它就优先把这POD 重新调到Node3这个节点 然后这个说的是一个 就是细利度的资源管理的一个能力 就我们知道一个公司里 它其实分很多部门 然后不同部门的话 可能使用的是同一个共享资源池 然后这个资源池内 比如说包含了像A100 V100企业GPU的资源 然后为了方便对这些资源管理的话 它会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它不同部门就需要管理一个队列 然后通过队列来控制 就是共享资源的一个管理 然后这个资源管理过程中的话 就涉及到一个点 就是说不同的队列 它需要做一个配额 因为一个部门或者说一个队列 它其实是不能无限制地使用 共享资源池内的资源的 那如果说要做配额的话 其实最简单的想法就是说 我在这个队列上面 直接做一个容量的上限 比如说我现在设置A100的配额是20 然后V100的配额是50 那这样的话 相对于我这个队列能使用的资源 就不能超过这个资 这种做法的话 它是可以解决这个配额的问题 但是它带来的更大问题是说 它做不到一个弹性 就是说即使我Q2 这个队列是控险的 那相当于 因为你有配额的限制 那其实Q2的控险资源 我Q1也是用不了的 相当于资源利率就比较低 然后为了解决这个 就是弹性配额的问题 我看到实现了一个基于 就是对立权重的一个方式 它来划分集群的一个整体的资源 比如说我Q1 Q2两个对立 当我Q2控险的时候 那Q1就可以用Q2这些资源 然后如果说我Q2提交任务了 那我就把Q1里面的这个 作为进行一个驱逐 相当于把这根资源做一个释放 然后给Q2来用 然后这种方式的话 它虽然解决了这种弹性的配额问题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它没有办法对不同维度的资源 分别是一个应得的资源量 还举这个例子 比如说我那个资源池内有100张 V100 100张A100 然后我对立Q1的话 希望是我在资源竞争的时候 能使用20张A100 然后50张V100 那如果说基于权重化分的话 那相当于这个100张卡 就是Q1 Q2来分 那就是各占50%对吧 那我Q1能得到的一个量 就是50张A100 50张V100 那其实是不能满足 它是一个需求的 那所以说真的这种情况 就是设置了一个 就是设置了一个不同维度的 一个资源的一个配额 或者说它是一个应得的值 然后我看到在这个层级对列 就是对列这个层面 支持配置这个deserved这个值 然后它就可以设置 每一位资源的一个配额 然后这个值的话 就是在我多个对列 同时申请资源的时候 就会生效 然后由它来决定 我当前这个对列 能使用多少资源量 如果说要使用这个特性的话 也是比较简单 首先你需要在这个 对列层面配置一个 就是不同资源的 一个deserved的一个值 然后右边这个图的话 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流程图 就是首先我节点上的Device Plugin 它会上报一个 不同类型的GPU资源 比如说A100 V100 这两种资源 然后POD在申请资源的时候 就可以选择不同类型的 一个资源 然后Candle在调度的时候 它就是首先会看 集群内的资源是否充足 如果说是充足的话 那相当于就直接 进行一个资源分配 那如果说不够 那相当于就是说 我的资源可能被别的 对列占了 那它就会触发 一个驱逐的动作 然后驱逐的过程中的话 它会判断 我当前对列 已经分配的一个量 就是Allocated 是不是超过了 它这个设置的 Deserve这个值 如果说没有超过的话 它就可以一直抢占 直到说我 分配的资源 等于这个Deserve值 它就相当于停止抢占 然后总结一下就是说 有了这个Deserve值之后 那集群有空前的资源 我这个对列就可以直接用 然后如果说 别的对列需要回收的时候 它就会通过这种抢占 来撑发回收 一直回收到 就是我这个对列 分配的资源 等于你设置这个Deserve值 相当于我的对列 就是对列 就相当于达到这种平衡 然后再来看另外一个 对列使用的一个场景 就是 不同的部门 不同部门之间的业务 基本上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现在有两个团队 一个是那个做NLP的 一个是做推荐的 NLP团队 它可能需要的是这种 Tesla这种GPU资源 然后推荐团队的话 可能需要的是这种 AMD的这个GPU资源 然后不管哪个团队 它提交的Eopode 其实本身要提交到一个对列的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我对列 能够自动关联到 就是不同类型的GPU 这个节点的话 那我提交作业就会变得十分简单 我就不需要在POD层面 设置一个亲核策略 我只需要在这种 对列层面设置一个亲核策略 就可以了 然后我看到这个地方做的 就是说它支持设置 对列和节点间的一个亲核性 那你这样的话 你提交到那个对列上 提交到某个对列的POD 它就会被自动分配到 这个对列亲核的一些节点上面 相当于实现了一个 亲核的一个调度 然后这个亲核的策略 其实也包含了 就是硬亲核 软亲核 还有一些反亲核的一个策略 然后接下来是这个GPU虚拟化 GPU虚拟化的话也叫VGPU 它是Canel 1.8 推出来的一个GPU虚拟化的一个方案 主要是在这个CUDA层 做了一个API拦截 然后相当于限制 从应酬限制了 就是GPU可以申请的 显存量和算力的一个数量 然后来达到一个 GPU虚拟化的一个效果 然后GPU虚拟化的话 它其实主要工作是放在 就是PLUGIN UDP这一层 那我看到调度器的话 它会识别 就是我每一个POD 申请的一个显存量和算力的数量 比如说POD申请了3000兆的显存 那相当于说 它只想用一张卡的一部分资源 然后调度器就会计算 哪些节点可以满足 它这个POD的一个 申请的GPU这个资源 这是一个整体的功能 然后最近更新的话 其实包含两个方面 一个是说我支持了 就是VGPU调度的一个打分 一个是说我增强了 就是VGPU的一个监控 然后打分的话 其实包含两种策略 一个叫Binpack 一个叫Sprite Binpack说的就是说 我分配的时候 我会优先考虑把一张卡分满 这样的话能减少一个碎片 然后提升卡的一个分配的 一个利用率相当于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Sprite Sprite说的是 它刚好跟Binpack相反 就是它会优先选择 把这个资源分配到多张卡 所以叫Sprite 然后监控的话 就是它支持了 就是查看每一张卡 我现在分配了多少显存量 或者说分配多少算力的 一个数量 然后接下来的话 是一个抢占场景的一个优化 因为Candle它其实一开始 它只支持这种 就是Bit系列作业的一个调度 所以说 就是Bit系列作业的话 它的抢占场景相对来 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Candle现在 它已经支持了 微服务和Bit系列作业的 一个统一调度 那么因此就需要在 这个抢占场景下 做一些更多的优化跟提升 然后Candle目前 已经实现了对 就是多种资源的一个抢占 就除了CPUMARO之外 它也支持POR的这个数量 还有CSI挂盘数量 一个抢占 然后在抢占的时候 它也会考虑 就是一个 可以把这个PDB的一个约束 以及说 抢占者优先级排序 这么一个能力 然后我刚才提到 就是说 我Candle已经支持了 微服务和Bit系列作业 统一调度 那因此对于 微服务的一些调度 特性 我Candle也进行了一个支持 比如说像KMAS原生的这种 Schedule的Renies 还有ScheduleCard这种调度 其实也是支持的 然后这个ScheduleRenies 说的是 如果说我POR的这个 SPAC 这个ScheduleGase 自然不为空的话 那就表示 我这个POR的当前依赖资源 还没有得到一个满足 那相当于 我调度器就不会处理这种POR的 这样的话 就可以避免一些 无意义的调度 然后对于ScheduleCard来讲的话 它是相当于 POR的申请的一个 资源的一个计算方式 会发生一个变化 我Candle其实也支持这种 接下来的话 是一个运维手段的优化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 其实都需要 那个定用问题 对吧 然后要定用问题的话 其实你就得看那个日志 但是通常情况下 我们的日级别 就组件的日级别 是比较低的 那如果说你想对用轻熟 你可能就得提高一个 日志的一个级别 然后来打印更多的信息 来辅助你定位 但是一旦调整之后 就意味着你要重启这个组件 那一旦重启之后呢 相当于我这个问题线法 就被破坏了 那你这个问题 就可能就很难复现了 然后就不太好定位 然后为了提高 这个定位的效率 我看到就支持了这种 动态调整日级别的一个功能 就是说他做的就是说 可以在不重启组件的情况下 我直接给你组件发一个请求 然后你的日级别 相当于就调高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降低一个 你定位问题的一个复杂性 然后他同时也支持这种 Dump操作 就是说打印一下 够的一些内存信息 还有调度器本身的一些 缓存信息 然后来辅助一个问题的定位 然后接下来的话 是这个混步 混步的话我想就是 大家可能或多或多 有些了解 然后那个简单来讲就是 混步就是把离线作业 还有在线作业 同时部署在一个集群 然后来提升整个集群的 一个资源利用率 然后实现一个 降不增效的一个目的 然后这种离线作业的话 一般包括比如说 像这种AI训练的 大数据的这些批处理的任务 它就是运行完之后 这个资源就可以释放 然后它在运行过程中 其实可以忍受 就是说我中断 也可以忍受驱逐 优先节相对来说 是比较低的 而这种在线业务 一般就是这种 就是实验敏感性的业务 它呢就是持久化运行的 比如说像NGX这种 外部服务 还有像广告电商这些业务 优先节的话 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然后Candle 它本身做恐怖的一个优势 在于说 它是天然支持 这个拜起来作业一个调度 就是说对离线作业这个调度 所以说是非常适合做恐怖的 然后恐怖的主要功能 其实是在节点上 这个Candle Aging的这个组件 它呢会将就是 节点上没有利用的资源 做一个二次超卖 然后离线作业 就可以使用这部分资源 然后来提高 我节点上POW的一个部署密度 同时的话 由于我在线的运级比较高 而离线任务通常是这种 比如说它会比较多的 消耗CPU或者消耗网络 那为了减少离线作业 对在线作业的一个干扰 那就需要对在线作业 进行KOS一个保障 然后保障这部分功能的话 是通过这个 底层这个YS来实现的 然后有时间关系 其实缓步没有办法展开太多 因为如果要详细讲缓步的话 这个都可以做一个单独的议题 然后如果说大家 对这块感兴趣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社区 然后近期就会做一个发布 然后刚才讲这些 其实都是一些比较大的特性 其实除了这些之外 我看到它还有其他许多 就是增强一些功能 然后这里的话就列举了一些 比较 其他一些比较重要的特性 比如说我这个 调度事件的一个优化 减少EPSR的一个压力 还有就是监控指标的一个增强 还有我们的VCCTL 这个命令行工具的一些增强 以及说就是 比较重要的一些安全问题 接下来就看一下 VCENTL后期的一些规划吧 在介绍规划之前 其实还是简单回顾一下 VCENTL社区的一个用户和开发生态 左边这个图的话 主要是社区的一个主要用户 也都是一些比较知名的厂商 这又不再因面了 然后右边这个图的话 主要是一些社区的开发者的一个分布 那其实也是主要集中在这个互联网领域 然后我们同时也发布了 那个社区弓箭计划 然后我期待和大家一起 弓箭一个繁荣的一个社区 那在未来的话 其实VCENTL主要还是聚焦在 就是大模型场景下的一个 一个调度的优化 比如说像这种 AI多级群的调度 还有说对上游DRA的支持 由于DRA它这个特性 这个API其实一直 在变动不太稳定 所以说我们是打算就是 等DRA的API稳定之后 再进行一个支持 还有就是说这种 大模型场景下的一个 网络拖布感知的一个调度 目前的话社区 也是在进行一个开发 这后面这个号码 就是说那个社区那个PR那个编号 大家有兴趣可以查看一下 最后一点就是说 我们也在支持这种升能卡的一个调度 目前的话也在做一些规划跟设计 最后的话就是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社区 这是一些网站 还有 Slack 好 我今天分享就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时间 然后应该还有一些提问时间 大家看有没有什么疑问 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 你好 KQ是这样 KQ它是基于库伯斯该做的一套 堆叠管理 我们的话相当我看到 它是一个独立整体的 就是我们做这种调度 然后做这种堆叠管理 其实是一体的 对 它那个相当于在上层 做了一个堆叠管理 我们相当于就是说 在Vecano本身这一层 就支持堆叠这个能力 就雕塑器本身就支持堆叠 它那个相当于是一个单独的组件 其实这样 就是Vecano做堆叠 其实是比较早的 是比KQ早的 对 所以说我们的堆叠能力 其实一直相当于处于一个 就是一直在 就是 就是开始的比较早 然后能力其实比较完善 KQ相当于是说 它为了弥补这个堆叠这块的能力 相当于自己搞了一个项目 然后针对的是 库伯斯该的这一块 所以说还是雕塑器 本身的场景不一样 超卖就是这样 就是说我节点上 比如说我一个Paw的request 我填了request 对吧 比如我CPU申请了5核 那可能你实际用不到5核 你可能就用了1核 对吧 那相当于剩下这4核 你就相当于是空前的 我们就把这4核 相当于做一个统计 然后相当于把这个4核 再重新上报到节点的一个超卖资源 就一个扩展资源 对 这个扩展资源的话 你就相当于离线座 也可以升级这个扩展资源 然后相当于这个时候 能部署的Paw的就比较多了嘛 你好 对 是这样的 就是WeHandle它其实最早 刚才说了 它是做这种P数理的一个调度 对吧 然后现在的话 相当于它也集成了 就是K8原生的一些调度策略 所以说我们现在不管是微服务 还是Bike的作业 它其实都是支持的 所以统一调度这块 其实是大家都有的 对吧 然后我们的话可能就是说 更加偏重于这种 AI处理场景 比如说一些刚才讲的 那些大木型的优化的吧 一些托步感知调度这些 就是说还是主要看场景吧 就现在大木型这个场景 确实我们 我看能做的事情还是比较多的 因为我们其实谦然具备这种优势 你好 对这个其实就是我刚才讲的 这个多机群的AI调度 这个的话我们现在正在开发当中 就是说内部有一个初步的版本 就是说我们是基于这个Kamada来做的 就是相当于Kamada它本身的 现在只支持这种 比如说微服务的一个调度对吧 那相当于我们做了一个 重新就是多机群的一个调度 其实它支持这种 呃 拜计里做的就是AI作为的一个调度 这个预计今年应该能发布 目前的规划是放到 Vecano这个组织下面一个独立的仓库 对 它相当于跟Vecano这个平行的 就是它只针对这种多机群的一个调度 我看大家听到这种 比如说 就是多调度的这个感觉 比如说像那个常怀性超慢 那这个 刚才我遇到说是 就是resource quota 就是可以用到相当于显示的 那其实大概是要有一些很 嗯 嗯 我觉得这个是两点吧 一个就是说你要就是 你要合理规划 就是说我这个 对列的一个容量上限 因为 刚才讲这个弹性配合 它其实 就是即使说你设了deserve值之后 你其实也可以设了你的容量上限的 就是来决定你上限最多能用多少 也不是说我机器内所有人都可以用 就是说你这两个字段都可以设的 一个是你的上限 一个是你的deserve 这样的话就能保证说你不会用太多 对吧 就先能在上层做一个限制 其次就是说我驱逐的时候 其实我有一些策略 对吧 我可能会判断这个破的 它的油线级 还有是说它就是 比如说你刚才说 运行时间这种因素 它也可以作为考虑 对吧 这种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然后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 我刚才看到一个OS 就是 这个地方对吧 这个是 目前我们只适配了OpenOla 因为OpenOla相当于也是一个开运的OS 那我们相当于就是用开业项目了 就相当于一起用了 所以这个OpenOla 对 别的OS可能需要适配 目前的话就是这 就是OpenOla这一种 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 如果都没有团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好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